2. 上海證券報 市場期穩候選股需更謹慎 2015年7月26日基金視點05 故玉進和銀高增長基金經理助理故玉進 這兩州監管曾以證金公司為平台,調動大量真金白銀為股市托底 市場終於在經過恐慌性下跌之後開始企穩回升 投資者信心也在逐步恢復,甚至開始出現了一些新的主題熱點 我們認為,市場短期的底部區域基本上形成 快速下跌的過程已經過去,情緒上已經沒有悲觀的必要 但是由於風險偏好最高的槓桿資金的清退 以及對改革牛的預期衰減 市場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依舊會處於震盪整固的階段 指數要創新高仍需時日 在經歷了慘痛的教訓以及監管曾對槓桿資金的清理 下半年市場的風險偏好降低以及成交活躍度的下降成為必然趨勢 像上半年那樣僅僅有一個概念和故事推動股價的情況將不復存在 因此未來在選股方面約束條件和謹慎程度將在下一個階段大大提升 我們的股票倉位短期也將更加集中在短期景氣度明顯上升的行業中 比如養殖行業、互聯網影視傳媒、體育文化、數字營銷等 在挑選個股的時候將更加關注業績增長的彈性 股值的康存邊際以及行業整合的能力 我們依舊不會放棄在新興成長產業的佈局 國家的改革轉型依舊在路上 股權時代替代地產周期也在路上 此時這個過程會比如其中來的漫長 各個新興行業的發展也不會一帆風順 同時,我們也會持續關注正金公司的動向 以及新股發行和再融資重新恢復正常的節奏 很可能將會時影響市場走勢再次發生轉折的重要變量 所以,我們要一次結束在那時可以看看 然後,我們後來的路上 我們應該會重新進行來到 相信這 mitä我們也會做的 他們是在升級有很多 安全的想法 這的話你們三個都會選擇 所以,我們可以選擇